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今天在这个地方要愿神的恩惠以及上帝的慈爱 能够与您跟你们的全家都能够同在 我们已经说好了 就是在接下来的这个电视节目里面 我将会与各位分享圣经当中 耶稣曾经教导的这些比喻 那么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分享 在耶稣的所有的比喻里面 其中有一个比喻是我非常的喜欢的一个比喻 叫做浪子的一个比喻 浪子回头的比喻 那么我要把这个浪子回头的这样子的一个比喻呢 弄两个 这个星期六的下午跟大家分享 所以今天我们就是浪子回头 这个耶稣的比喻的上集 我们今天要做的分享 朋友们啊 圣经呢是上帝的话 是我们人生道路上面的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是 圣经是我们认识上帝的品格 顺从上帝的依据 太好了 对不对 那么来了 马太福音 他的作者 他的名字叫做马太 马太呢 他描述呢 耶稣 他用比喻 对当时的众人说话 或者是说 当时对耶稣基督 不管是对耶稣基督真心诚意 对他 认识他是弥赛亚的 或者是说 对他有一种 探索这个人到底是谁 或者是说 那种来控告他的人 可能有不同的人 在当时的时候跟随耶稣基督 但是耶稣基督呢 按照马太福音的作者 马太他说 耶稣基督这个时候 他都是用比喻来对他们说话 因为如果不用比喻的话呢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我们来看圣经好不好 我们再次的复习 其实上周我们已经分享过了 不过我再跟大家分享 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三章 三十四三十五节说 这都是耶稣用比喻 对众人说的话 若不用比喻 就不对他们说什么 我要开口用比喻 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 发明出来 这个是在诗篇的七十八篇的第二节 我要开口说比喻 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 神呢 把天上的这个真理 借着耶稣基督来呈现在人的这个面前 那么耶稣呢 于是将神圣的真理 然后以人们最熟悉的方式 人们最熟悉的方式就是比喻来解释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今天我们所要分享的 在当中呢 有三个比喻 叫做迷失的痒的比喻 失落的钱的那个比喻 以及浪子的比喻 这些呢 比喻将上帝向那些离弃他的人 所表示的那种怜悯跟爱戴 深刻的把它描绘出来 虽然转离了上帝 但是呢 上帝并不任凭那些转离他们的人 就这样子受苦受难 上帝对一切遭受那个仇敌试探的 就是稍受到魔鬼试探的这些人呢 总是满有慈爱跟亲切的那种怜悯 那么浪子的比喻呢 说明了天父上帝 他是怎么样子对待那些曾经 一度认识天父上帝 但是后来可能是环境的关系 或者是信心不足的关系 被撒旦所试探所引用 谁知呢就随从了撒旦心灵 跟就所谓的身心灵 被撒旦所掳去的人们 朋友们来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十五章 我们先从这一个 就是浪子的比喻 我们来说起 将来可能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分享这个钱财的这个比喻 以及另外一个那个米式的羊的这个比喻 我们先看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三节开始 这个浪子的这个比喻 这里说呢 耶稣又说呢 一个人有两个儿子 小的儿子呢就对父亲说 父亲啊 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 他父亲就把这个产业呢就分给他们了 过了不多几日呢 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 往远方去了 在那里呢 就任意的放荡 浪费了这个资财 这个小儿子啊 按照路加福音的记载呢 他是说 小儿子对父亲有意见 这意见是什么呢 就是小儿子对父亲的约束 已经厌烦了 他认为呢 他该有的自由呢 被父亲所限制了 于是呢 很明显的他误解了父亲 对他的那个爱护跟关怀 于是就决心 随从自己的心意而行 这个小儿子啊 并不觉得父亲有什么 这个当劲的这个 就是说他对父亲 不觉得应当做儿子有这个当尽的这个义务 也没有表示感激的这个意思 只是晓得呢 儿子享有承受父亲产业的这个权利罢了 那按理哦 需要等到父亲死了以后呢 才能够传给孩子们遗产的 在当时对不对 即使现在难道不是也是一样吗 就等到父亲死了以后 才能够 名正言顺的把这个家产的分了 或者是说当父亲在立遗嘱的时候 然后这遗嘱虽然立了起来 但是一直到父亲过世了以后 安息了以后才会分到遗产的 但是这个儿子啊 他现在就要索取哦 他一心注意到的就是目前的享受 而丝毫不顾及将来 也不顾及他父亲 他心里面的感受 那他分到财产以后 他就离开了他的这个父亲的家了 那圣经告诉我们说 他就往远方去 往哪里去呢 远方去了 那么他就按照圣经的记载 我们可以发现到说 他们是有钱的 所以说他有大量的金钱 可以随心所欲的去花用 因此他拿到钱以后 他洋洋自得的就认为 哇我的心愿已经达到了 我终于可以离开约束 我这个父亲的家 我可以做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了 再没有人在旁边 这个时候会跟我唠叨了 不要这样做 不要那样做 OK 或者是说你一定要这样做 一定要这样行 因为这样做才对 那样做不对 来了 这个小儿子离开父家了以后 不良的朋友诱惑他 使得他更深深的成立于 在这个罪恶之中 于是呢 这个小儿子呢 便在圣经里面 他说就任意放荡起来了 浪费资产 你知道吗 圣经里面 他说到有一种人 那种人呢 是自以为聪明 但是呢 实际上呢 他的聪明反而成为愚者 这个就是圣经中 比喻的那个青年人的经验 那就是在记得在罗马书 朋友们给你看 罗马书 一章22节说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者 看到了吗 自称为聪明 反成了愚者 这个小儿子呢 他自称为聪明 但是圣经上说 反而成为愚者 怎么会这么说呢 继续听下去 这个小儿子 这个小儿子从他父亲那里 得了他很自私自利的 要求来的这个钱财 但是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以为他拿到了钱 很聪明 但是他浪费在花街流向当中 他青春的这个精力消耗了 你知道一生的黄金时期 经历和年轻的光明的 那个青春的这个远景了 以及那种属灵的那个愿望 在这个最可以塑造的 这个青年的这个时期呢 一切就在那种浪费 在那种交到不好的朋友的 这样子的一个情形里面呢 就是浪费掉了 后来圣经形容 耶稣基督的比喻 他说呢 那个地方就有大饥荒 于是呢 这个孩子就穷哭起来了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 他就投靠地方上的人 结果到最后的时候呢 愿意收留他的人呢 叫他去到田里面去做什么 你知道吗 去放猪 对 猪啊 您知道吗 各位朋友 您或许不知道 或许您会知道 我跟你说 在犹太人来看 最下贱 最卑鄙的这个工作 就是放猪 最肮脏的动物 就是在他们来看 就是猪 于是呢 他到达这种猪肠 猪舍里面去工作 可以见是什么呢 是人家其实不愿意收留他 但是他没有地方去的 人家可怜他 让他去那个地方 这个最卑鄙 最下贱的 下流的这个工作 这个孩子居然做了 你知道这个小儿子 原以为自由 离开了富家 自由了 感觉到非常的庆幸 但是现在却做了奴仆 做了奴隶了 你知道这正如圣经所说的 他已经陷于最苦的 这个束缚当中 我在这里要跟大家分享 在旧约圣经真言书 他怎么说 五章的二十二节真言书 这里说呢 恶人必被自己的罪孽捉住 他必被自己的罪恶 如神所缠绕 这个是圣经上所说的 你知道吗 当初诱惑他的那些美色 虚荣 现在已经成为泡影 他感觉到那个锁链上面的 这个众雷了 他坐在地上 在那个凄凉 还有荒 饥荒的这样子的一个情境之下 他除了猪群之外 再没有一个伴侣 没有朋友 他恨不得就拿猪 所吃的这些斗甲 能够冲击圣经上这么说 那 在这个顺利的日子当中 促勇他的那些人 跟他一起同流合污 跟他一起来花天酒地的那些酒肉朋友们 去哪里了呢 当他在最需要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一个人在他的身边 如今 这个孩子 或者说这个小儿子 他的欢乐在哪里 你知道吗 或许他安抚自己的良心 说哎呀没有问题了 这个 忍耐一下就可以了 但是你知道吗 他现在什么都没有 不要说没有钱 连吃饭的食物都没有 也没有地方去住 于是他的骄傲没有了 他的道德本性 已经来到了最低最低 已经是可以说是 已经没有 好像是无路可走的地步了 于是呢 我相信他的意志变得非常的软弱 不可靠 你知道吗 我相信他的良知也是一样已经死去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已经是一个最可怜的人了 所以说你知道各位朋友 我说 这是我其中一个耶稣所说的比喻里面 我最喜欢的一个比喻 因为这个道出了很多很多 我们现实的人 所发生的一个情形 你继续听我说 这个小儿子的处境 到达这么样的落魄的一个地步 这是一幅描绘 耶稣基督用这个比喻来描绘 罪人的情况的一幅真实的图画 人呢 谁有上帝仁爱的福会环绕他 然而 你跟我为了要放纵自己的私欲 追求最终的这种暂时的享乐 心中唯一的愿望 是离开上帝的话 终究有一天 或许会变成这样子一个 小儿子的这个处境 罪人呢 就像这个万恩负义的这个浪子一样 把上帝所赐的好东西 当作自己的 因享有的权利来去乱花乱用 朋友们啊 讲到这里呢 让我想到圣经里面的 弟对兄弟 该隐跟亚伯 你知道吗 该隐 从该隐怎么样离开 耶和华的面 伊甸园 耶和华的面 然后为自己找一个家乡 这个小儿子 这个浪子的这个故事 这个儿子啊 也这样子到处 他往远方去漂流 如今呢 人没有上帝的话呢 也照样 在这个短暂的生活当中 只能够短暂的寻找快乐而已 我跟你分享一个章节 人没有上帝的时候啊 在这个世上 只是找到一个短暂的快乐而已 罗马书的第一章 我念给大家听 第二十八节 他们既然故意不认识神 神就任凭他们 存邪必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 不认识 他们故意不认识神 那么上帝就任凭他们 存邪必的心 行那些不合理的事情 上帝的慈心 这个就是基督教的精神所在 他吸引人的地方 上帝的慈爱 慈爱的心呢 仍然眷恋那些离开他的人 而且呢 即使人在最落魄的时候 最无依无靠的时候 你知道吗 圣经上告诉我们说 上帝的感化力 已经在他们心里里面动工了 已经准备想办法 来去感化那些 离开上帝的那些人 那个处于困苦 遭遇这个困苦环境 当中的这个浪子 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我很喜欢这个例子 上帝的爱 充分的在这里表现出来 明知道吗 上帝在他受苦受难的时候 即使他抛弃了他的父亲 他的父家 也就是抛弃了神 上帝还是一样的在想 透过圣灵来感化他 你知道圣经里面 告诉我们什么吗 这个时候这个孩子 喜悟过来了 撒旦在这个小孩子的身上 这个小儿子的身上 所施用的这个欺诈的 这个势力 终于被这个 我们所谓的浪子 或是小儿子的身上 他呢 看穿 他看出自己的哭恼 乃是由于自己的愚昧 跟圣经上所说的 于是他说话了 我们继续看 这个浪子的 这个耶稣的比喻 继续下去 十五章十七节十八节 于是这个孩子 就醒悟过来 就说 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 口粮有余 我倒在这里饿死吗 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这小孩子 他说我要起来 到我父亲那里去 浪子呢 这个孩子呢 虽然已经到了 山穷水尽的这个地步 仍然能够从父亲 的慈爱的那种感召当中呢 得见一线的曙光 那个吸引这个孩子回家的 也正是现在我们天父上帝 吸引你的这样的一个曙光 你知道吗 那个不住的激励罪人 归向上帝的 就是上帝的圣灵的 慈恩的护照 再来给你们 分享另外一个章节好了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章节 在罗马书的第二章 第四节 这里说呢 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 宽容忍耐 不晓得他的恩赐 是领你悔改呢 朋友们 有时候我们想说 哇 我们感谢某某姐妹 某某弟兄 把这一位弟兄 把这一位姐妹 或者把他的朋友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来 各位朋友们 我在这里呢 没错 我们每一个人 或者每一个做基督徒的 都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权利 或者是必须有这样的一个义务 要把你的亲朋好友 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 但是不要忘记 能够改变人的 归向耶稣基督的 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其实是上帝的恩赐 领这些人悔改 或者说上帝的圣灵 引导他们的 我在哪一个圣经章节 跟大家分享耶利弥书 旧约圣经的耶利弥书 三十一章三节 故时 耶和华像以色列显现说 我已永远的爱爱你 因此我已慈爱吸引你 这个我太喜欢了 这个 是浪子决意 要承认自己的过错 他要回到他父亲那里 他说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我的父亲 然后他说呢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但是他接着又说 这个孩子说 把我当作故宫 他这样子的一个转变 是他个人的转变吗 朋友们不是 所以这个孩子 他愿意把他的心打开来 接受他的错误 然后承认圣灵 对他的微小的声音 接受圣灵微小的声音 说回转吧 回到你的父亲那里去 我们来看圣经 你知道这里很有意思的 继续下去 路加福音15章 我们从18、19节读 他说 父亲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他说把我当作一个故宫吧 你知道浪子 他决意要承认自己的过错 他受圣灵的感召 他承认自己的过错 他回到父亲那里 他说我父亲啊 我得罪了上帝 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 我不配作为你的儿子 他又说什么呢 把我当故宫看就好了吧 各位当孩子 讲这种话的时候呢 很明显的 他对他父亲的慈爱的看法 还是多么的狭窄 为什么呢 你听我说 这个放荡轻苦的 这个小儿子 离开父亲的时候 他毫不 他从来没有想过 他父亲心中的那种 伤痛跟渴望 伤痛跟那种绝望 孩子就这样离开了他 当他和友伴 在欢舞艳乐的时候 从来也没有想到 那个笼罩在他父亲的家里面的那种幽暗的阴影 就是现在当他以疲惫和痛苦的这个脚步 踏上归土的这个时候 他还是不知道 有一位正守候着他回到天家 或者回到他父家的 那一个就是他的父亲 让我们来看圣经 太好了 圣经继续下去 十五章二十节 于是起来 这个孩子起来 往他父亲那里去 相离还远哦 他父亲看见了 就动了慈心 跑去抱着他的颈像 连连的与他亲嘴 你知道在这个孩子 圣经上说 相离不远的时候 意思也就是说 这个孩子 他起来 决定回到父亲的家 在远远的地方 父亲就认得出他来了 虽然经过了 罪恶多年的这个摧残 也不能够从这个父亲的眼中 把他儿子的形状隐蔽起来 父亲呢 他心里面动了慈心 圣经上说的 于是他父亲哦 老父亲跑过去 然后抱着他 然后亲吻他的颈像 很久很久的 我相信 紧紧的搂着他的这个孩子 你知道 父亲不愿意让人 藐视他儿子狼狈不堪的样子哦 我为什么知道呢 因为圣经讲的 于是他将自己身上的那件 宽敞贵重的这个外袍脱下来 裹在儿子的这个瘦弱 我相信已经很瘦弱 又很脏 很落魄的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 这个时候孩子得到了这样的一个温暖的拥抱 以及这个父亲贵重的这外袍 来盖住他的丑陋一面的时候 小孩子他变哭泣了 他痛悔了 他说什么呢 我们继续下去 路加福音第十五章 二十一节说 儿子就对父亲说 父亲啊 我得罪了天佑 得罪了你从今以后 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了 他不配 他说我不配成为你的儿子 但是这个时候父亲使他紧紧的贴近在他自己的身旁 把他带到家里里面 然后呢 他说要求的就是把我当作你的仆人看待 父亲没有答应 他呢 虽然是浪子 但是毕竟还是他父亲的儿子 所以他就拿家里面最好的东西来尊容他的孩子 家里的男女 这个仆人呢 也要来侍候他 你知道这个时候父亲对他的仆人说什么吗 继续下去 二十二节到二十四节 父亲却吩咐仆人说 把那上好的袍子快拿出来给他穿 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 把鞋穿在他脚上 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 我们可以吃喝快乐 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 失而又得的 他们就快乐的起来了 哇 浪子在他不稳定的青少年时期 总以为父亲是很严厉很苛刻的 但是现在他的父亲 他对他父亲的看法 应该是多么的不同 对不对 照样朋友们 那些受到撒旦欺骗的人 总以为上帝是硬心 硬着心很刻薄的一个神 他们以为上帝不做的要注视 要责罚人 然后处处的来看待他们的罪 他们把上帝的规律 规则 律法 看说是一个限制人类幸福的 是一个重担 是一个重恶 但是人的眼睛呢 如果曾经因为耶稣基督的爱 而开启 就一定会看得出上帝是蛮有怜悯 他并不是像 那个撒旦所形容的神一样 其实我们的天父上帝 就是一个渴望怀抱自己 伤心痛悔的那个浪子的一个父亲一样 圣经中的上帝 是怎么样的一个上帝 我跟你在最后的时间跟你分享好吗 在诗篇103篇13节说 父亲怎样连续他的儿女 耶和华也要怎样连续敬畏他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神 圣经中的神是这么形容的 在耶稣的这个比喻当中 我要请问大家 耶稣有没有讽刺 讥笑这个指责这个小儿子 这个浪子过去的罪行呢 有没有 朋友们我们的时间到此结束 我们下一次再分享好不好 希望今天的分享 对你有所帮助 不要忘了哦 下周继续锁定 我们脚前的灯 路上的逛的节目 我要再一次的跟大家说呢 认识上帝的过程 是一个很让人兴奋的一个事情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认识上帝 会改变你的个人的机会 是改变你生命的一个转机 认识神之后的人生 更好的一件事情就是 你会更加的清楚你生命的方向 而且上帝会让你知道 你的人生的意义到底是什么 再来认识上帝的人 会对不可以知道的未来 充满希望 因为呢 在圣经里面 神会指教 现在 将来 以及神在你的身上 所要显出的完美的一个计划 所以我科目是在这里呢 我祈愿 上帝奇妙的恩典 能够带给你丰盛丰盛的生命 我希望下转能够聚集在电视频道呢 能够与您见面 朋友们呢 再一次的跟您 提醒 圣经 是上帝的话 是我们 走在这个人生道路上面的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如果你要认识神 你要明白神的旨意 你必须要依靠圣经 这样才是聪明的觉知 再一次的提醒您 我要欢迎您 跟我们一起崇拜上帝 我们的这个崇拜上帝的这个地址呢 教会的地址是在东区的474号的 Pakuranga Road 那么 朋友们呢 最近呢 在教会里面 来了很多的新的朋友 我欢迎更多的新的朋友 能够加入我们每周六 在474号 Pakuranga Road Pakuranga的聚会 我们来一起荣耀 敬拜上帝 这就是今天我所要分享的 我们下一次呢 继续在这个电视频道 见面 我们再继续讲夏季 愿神吃你平安 我们下次再见 谢谢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